在汐止区规划网球场 地方已经争取了好久 也会刊了好多次 而现在就落脚在忠孝里的高速公路桥下 现在接近完工却还是有些小缺失 所以19号的上午议员白佩如就邀请相关单位人员现场会刊 要求针对大门的设计还有围网来进行改善 来到高速公路桥下 可以看到儿童游乐设施在过去 就是期待很久的网球场 目前已经接近完工 不过却有些小缺失 所以在接获成勤后 19号上午议员白佩如就邀请了高工局公所等相关单位人员现场会刊 汐止网球委员会人员也出席 而首先就是这个大门坐的位置可能会影响打球 线还没画 线我们是需要说底线要10公分 是旁边线的double 还有那个门有需要改善 因为我们他这个门的开关会影响打球的人 会受伤 会撞到门 所以我们希望把门改个小门再在后面 旁边围离这护网希望能够再加固 因为像印王的话呢他打起来他的速度非常的快 我们怕那个球会跑出去 然后还有这个因为这个门 他这个开的方式呢会影响到这个底线选手在打球的时候呢会有危险性 所以我们会在侧边呢再加一个门让那个大家可以从更底更靠这个网边进出不会影响到在打球的这个中间场地的选手 除了网内开在从里面没有办法关的情况下都会打开球会跑出去之外位置也不好另外底下的围网没有固定球也会跑出去 网球委员会也希望能够尽快的完成因为自从之前的球场做了城中抽水战之后等这个网球场已经等了十几年 水利局请我们说五场给他们使用我们也是答应的 然后他说六面球场会还给我们 现在十几年了我们的球员200多位那时候当时200多位球员等到现在 我们现在有两面至少有个胶带了 这个桥下的空间就是进空之后啊那脱掉场已经移到对面去 然后我们就跟市府来建议说希望说因为汐止一直没有一个像样的网球场 而且因为网球场他所需要的场地比较特殊就是他的高度要够 所以呢我们希望说讨论一下说这样的设施我们希望说这样的场地未来他可以在这个赛事上呢可以真正的被运用到 所以我们会再做局部的修正让这样的场地更符合这个选手的比赛 也让汐止的这个网球单向呢可以在地方能够继续推广 除了请高工局针对漏水情况做改善 另外就是针对网球场规划能够比照比赛标准将这些缺失做改善 尽快的让网球场开放使用 借程慧玲希致采访报道